我剛才有講過 我們那個考試 我們會單獨招二年級 如果報名的人數沒有那麼多的話 我們才會招現在的一年級 那我們考試的時間大概會定在 大概會定在上個學期要結束的時候 上個學期要結束的時候 那除非人數有超過我們才會真實 如果人數沒有超過 我們就會全面通通一律錄 那我們考試的部分 像今年他們現在這一些三四年級 他們都是用正式進來的 因為四年級不公 你開放給三年級 結果三年級報名了一堆 那你為了公平己見 四年級跟三年級就是錄取大概 大概相同的人數大概一半一半 那我們考試的部分 最主要有分三項 第一項是你的主修樂器 那你們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啊 那他才一年級而已 二年級而已 那你哪有什麼主修樂器 這只是名稱而已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第二個就是會考節奏 第三個呢就是我們會考月齡 那到底什麼是主修樂器 什麼是接受 什麼是月齡 你不要把它想的那麼困難 因為他畢竟才一二年級而已 他沒有辦法太困難的東西 都是考很基本的東西 那到底要怎麼準備 我待會再跟各位報告 好接下來的曲子呢 第十一首 是他也是一首進行曲 美國精神進行曲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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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